我拼完脚是否可以去接你姐了 你这个废物坠血 还惦记着我姐呢 实话告诉你吧 明天老爷子的寿辰 杨绍雅 你会当场向他求婚 说什么 狗东西 弄疼我了 又这我们唐家三年多了吧 是不是 连我姐的手都没摸过 不过呀 看在你这么卖力 我倒是可以让你摸一摸 哎亲姐你干嘛我是你姐夫 这要的就是姐夫 哎姐夫姐夫你干嘛呀姐夫 妈 这个狗东西他欺负我 你可再帮我做主啊 林沫 那个废物 横家两条狗 他都不咬嘴 狗东西敢欺负欺欺 你看那我就不打死你 二婶你给我解释是欺欺她的 狗东西 你还敢顶嘴 妈 被这个废物狗东西欺负了 我以后还怎么见人呀 我还不如死了算了 狗东西 还不困想给欺欺道歉 这事 要是让靠爷子知道 你还活着怎么 二婶 姐姐 林沫再怎么说是我老婆 你们这样做是不是有点太过火了 过火 这狗东西 他插着欺负是笨人 就是的姐 我都被这个废物欺负了 你怎么还听他说话呀 我要告诉爷爷 让爷爷把这个狗东西弄死 我女俩真够阴奴 这信号我真是无所不用欺欺啊 说你们挑选吧 他是晚期爽快啊 听说你本了一个武板 作为老爷子寿命 咱们都是一家人 你不如把这个单子 姐 这个狗东西 他摸了我 他订单给我 我不说 这就是你的目的 张欣 他们是故意陷害我 绝不能把单子给他 你干东西 这就没你说话的份 我今天听我解释是他们的 那个订单本来作为爷爷的事 明天你让我怎么像爷爷叫他 李莫住这堂家三年你是一点真心都没有 去是他们无限我 他能有什么样 你一个坠去没有什么没有定位 谁会相信你 我虽然是公信夫妻 但二审他们家 时时刻刻恨目的把我赶下台 我求求你 以后不要给我惹祸了好吗 以后有什么委屈 自私往肚子里 是 我保证以后都不会让你收任何意去 还在说什么大话 还不如好好想想明天受理送什么 我听说二叔中间讨到了荣臣第一名话题 说是他把老爷子很高兴 我这个夫子也不用做 老爷子受理的事交给我 保证他老爷子上去 交给你 老爷子 是要把咱们俩都送给你 我累了 当年我救了唐老元明 他为了报恩便把孙女嫁给我 随时入坠 但也给了我一个完整的家 这些年为了疗伤 只能选择阴染 乱青 这三年委屈你了 但今日过后 并没人再陪 我是林默 来荣康公园见我 你准备了 总算痊愈了 隐忍三年 就是为了此刻 万情 从今往好 我会将所有欺负你的人 全部猜自己 好 我好 你 你 天主 我们到了 属下王璇参见店主 我起来了 是 店主啊 您这几年音讯全无 兄弟们都以为您 都以为我死 三年前我遭人暗算 伸手装伤不得已 阴差阳错的时候 唐家 店主身份不容清楚 唐家竟敢招年入罪 我这就去灭了你 唐家与我有救命者 你们不得清除愿 我是自愿 店主 这几年都是我替您打理产业 中城全市第一的天井集团 已经在您命 您随时可以接 啊 你就暂时帮我打理一下 还有 我的身份暂时保 是 这是代表您至尊身份的金融卡 您先收了 里边有一百亿 方便您行事 这位是艾琳 以后就是您的贴身秘书 电子 电子 我以后就跟着您呢 我去死了是让你办件事 老婆 你们这个美人心 真是太倦了 不仅抢了唐婉琴手里的打电子 狠狠地叫醒了那黑人 明天啊 我再助攻一会儿 老爷子势必将他们 扫地出来了 到时候 让咱倩倩 上位 就是 我哪里不比那个 凑鸭子强的 爷爷他呀 就是偏心 倩倩 你别着急 唐氏集团迟早去 这让杨少情况怎么样 他不是早就想去探户 这个你放心 明天寿院上 他会提亲 等那个臭丫头 夹出去了 唐氏集团 迟早就是咱们做的算 好 明天 我就坐等看好 谢谢 是女婿 林默怎么没来 爸 那狗东西 拔车是把你的寿寸给忘了 咱就别等他 爸 连您的寿寸他都能忘了 简直就是废物 是啊爷爷 咱们快开始吧 别懂那个狗东西了 快 把衣服洗了 洗不完别出门 二叔今天是爷爷瘦的 我想 想怎么想 你有怎么资格参加生意 爷爷 这是我给您准备的贺礼 博弈集团 500万的大班子 博弈集团 可是快难准的骨头 倩倩真是出乎死了 爸 为了这个订单 倩倩起早贪费 忙了好几天 姐 您给爷爷准备了什么受礼啊 燕燕 我知道你喜欢字画 所以 给您准备了一副 我用上次吧 姐 你好歹也是集团的副总 就拿这些破纸破笔来糊弄爷爷呀 你呀 别把什么垃圾 都当成宝贝 黄江 你爷爷是喜欢字画 他这个也太垃圾了嘛 爸 这幅天山图 可是我动用了所有的人脉 花了一百多万才买来的 天山图 这幅啊 老头子想要好久了 只要你老人家喜欢 我做什么都行 爷爷 你和我爸多有心的 比那个废物追讯 钱太多了 他一天呀 就知道闯祸 在外面呀 败坏咱们唐家的名声 二 二叔 你的笑心也有点强 废物 胡说什么呢 狗东西 我这是花了一百多万才买来的 怎么可能是假的 这 这种地方也是你干的 过得 真是晦慈啊 爷爷的生日 都过不好 你别乱说话 感谢咱们说不出钱 道歉你不必了 不过 我听说这个狗东西 昨天让人欺负欠欠欠 姐姐 你不听我说 就是的爷爷 你可要替我做主呀 昨天晚上这个废物 趁我睡着了 偷偷溜进我的房间 差点毁了我的清白 爷爷 你可要为我做主啊 爸 你可要为倩倩做主呀 他还没有成家 这事要传出去 他还怎么做 小莫 到底怎么回事 爷爷 他们母女俩 寄予晚清室上那个大单子 故意设计线 小莫说的是真的 妈 你不要去这狗东西一面之刺 爷爷 昨天要不是我宁死不去 我的清白就毁了 对吧 唐家向来重视一声 千天不可能用自己的清白 去污蔑他 那肯定是色胆包天 安清 你说说 怎么回事 爷爷 我的确看到林墨欺负几千 但看到的未必是真相 我相信林墨 他不会干这种事的 你打他 你妹妹被欺负 你还向着废物 爷爷 倩倩以此事为威胁 一破我将单子转交给他 到底真相如何 相信大家 勿行制度 给我跪下 废物东西 赶快跪下道歉 唐倩 你给我跪下 啊 我 爸 您先坐 今天是你的寿司 别因为这些琐事 带我心情 您看这青山不老松 遇着您寿比难山 爸 倩倩也是一时糊涂 咱们先给你过寿 好了 待会儿 给小莫道个歉 给这个废物道歉 你就等着被杨少打脸 爸 齐老的话 可是万金难求啊 你看这山水风景 这个鼻走神龙 一气呵成大假风范呀 嗯 的确不错 但是啊 这么好的东西 竟被这废物说成是假货 也不知道谁给他的勾当 二叔 你夸的再好 他也是讲话 废物 不要再口出狂言 看我不撕了你这嘴 林梦你不要乱说 既然你说是假的 那就给我个理由 因为真话在我手里 这里又够了 是个够东西 你也不怕风大伤舌头 废物真学 你是来搞笑的吗 哈哈 既然你说真话在你身上 那拿手让大家看去吧 急手 一会会有的走 废物就是废物 只会过东西人许 林梦 别在这住信 相信我 杭老爷子 我代表王总特来向您助寿 小小礼物不成敬意 感谢王总挂念 王总知道你喜欢字画 所以特意吩咐我送来这幅天山图 作为您的贺礼 另外 还有天影集团 我签了你的订单 冒昧问一句 王总跟唐家相无任何来往 怎会送如此贵的 王总是因为 看在唐家贵旭的分手 唐家贵旭 李宋道 我就先行告辞了 对 怎么样了 请没给你丢点吗 你跟贴紧吉他的王总的事 那请我一个人请 好的好的 杨绍我们等于 爸 我們都被這個廢物跟弓弓 剛才楊少打電話來了 他說是王璇看在楊 才做理物 他待會兒要叫婉晴聽 我就說了 這個廢物哪有參加的能大 等楊少來向我姐求了呼 那以後楊少就是咱們躺一家的跪婿了 那是他這個狗東西自作自剩 怪不得 說了 可我別吵了 王總林先生好像被誤會了 唐家對林先生的態度 你還沒有 你還沒有 像人生在找死了嗎 飯 楊少才是晚前娘 這廢物根本比不領 就是爺爺 趕緊把這個廢物逐出家門吧 這個狗東西三番五次的護鬧我們 大言不慘 把我唐家的臉都丟進 二叔二叔 你們這麼迫不及待的把我趕收唐家 讓我清定假堂 是在打堂射擊堂 你個東西 無比老 你怎麼能撕你 老公從弄我 被我車中痛出來 放肅 港隊先手無禮 你他媽是誰呀你跟哪兒老娘 我王教您騎自來啦 老子要是不來 我的後裏 白素 啊 好楊少馬上就到您先落座 楊少 他算什麼東西 楊少 他算什麼東西 你不是看見楊建瑜的面子上才送給你吧 哼 我是衝著林先生面子 你們這幫混蛋竟然能拒接我的意思 林先生 對不起是我沒安排我們 讓您收回去了 公公公 郭總 是 羅姐 這次總算了相信我的 你怎麼會認識王總 我都說了嗎 他欠我一個人情 唐老爺子 你有一個好女婿啊 王總說笑了 這女婿我一直很滿意 林先生 與我有恩 他要是在你們唐家 受了委屈 可別怪我不客氣 是 是 賀 好 我起來 幾天不見 越發出病了呀 呦 這不來費用 我才腳上的 剛才在這你 老公公子 羞辱先生你他媽著死 秀你先生你著死 呃 我跟着谁就不劳宁费心 别耽误我 杨剑林 注意你 你莫是我老公 不许你这么侮辱他 我凶路的他咋 哎琴琴 哎你看看你这个窝囊废 连个男人都算不上 跟着他只会让你成为整个荣誠的笑 我跟着谁就不劳宁费心 别生气嘛琴琴 待会我就当着大家的面向你求婚 让你彻底摆脱了 只有我杨剑林啊才能配得上 求婚 你当着我的面给我的女人 你真当我刘莫是本事 哟 那个废物还长脾气了 也不看看自己什么身份 一个废物这一句 连唐家的狗都过 你敢再说一遍 说你 嗯 啊 难道你还敢打我不少呢 你就是个彻头彻尾的非 我就是要教训你 你又能把我走 哎呦呦呦呦呦呦呦我好好怕啊 你敢打我吗啊 来来来来来朝这儿打呀 这个是你说的 够东西你敢打我 你把灯从来都追我欺负别人谁敢欺负我呀 什么弄哎 杨少 弄死这个废话的机会咬得下 今天是老爷子的寿禅 咱别弄得这么难看 待会 你还没求婚 行 上你这狗东西在心中 好了爷子 不知道送你的礼物还满意吗 这份天山图是你送的 不是我送的还能是你个非我送的 据我所知 这份后里是天井集团的王总送 跟你有什么关系 放屁 那王学是我干爹 连我都没见过王学 那更别说唐家人了 先吃点亏 让个爹 店主是想不儿子 那得好好 实不相瞒 我干爹呢 希望我跟唐家联姨 呦 杨少爷想入罪唐家 你和唐倩还没分 你和唐倩还挺搬 废物 把嘴给我闭上 废物 这哪有你说话的份啊 杨少 此事我不能答应你 老爷子 你可考虑清楚了 为了这个废物赘婿 搭上你整个唐家可不得了 唐氏集团的财政亏空可撑不了台上 你哪落不大意 那保不齐到时候我干爹崩辨唐家 我干爹可是荣誠首富 他下面唐家轻而易去 老爷子 老爷子 我愿意给你实际上考虑 但是我干爹可不 王璇 这人真是你干的 你可搞东西 能卖坏我的名声 你什么谁啊 你敢打我 这就是盲璇 你是谁啊 你敢打我 这王兄我还王选他爹的 男人 我这狗东西给我拖出去 往四里打 李先生 我跟这狗东西没有任何关系 还请你先相信我 我还以为他真是你干什么 表现的不错 爹主夸奖 老爷子 我还有事就先走 我不希望林先生在你们唐家受任何 王主放心 我知道怎么做 小莫 爹爹 你有什么功夫 从今天起 小莫 就是唐氏集团的董事长 集团怎么能交给这个废物 这个狗东西 喝冷喝就 爸 你真是糊涂呀 这个我先也不提 爷爷 你千万不能把集团交给他呀 交给他 不出半年 唐家必然破产了 不不 我印医学 爹 我的确不是同人 你这废物 还有自知证明啊 虽然我不行 但轻轻可 轻轻的能力 大家有目共睹 轻轻 你一下如何 爷爷 我不会让你说 好 那就交给你 我不同意 轻轻自己上前 难以 爸 让轻轻当董事长 董事会来帮倒东西 绝对不会像他干秀的 董事长不行 那就先从总经纪做起 我会绑签进 姐姐 属于咱们的东西 一定要证确 你这个废物坠血 在唐家有什么东西能属于你 传叔 你这是什么意思 你不要以为你认识个王总 你就翻了天了 在唐家 你永远是个废物 看头 你过来 哎呀 爸 你老糊涂了 你打我干什么 给小莫道歉 把我 道歉 对不起 还有你们俩 谁给你们的狗蛋 敢陷害小莫 立刻道歉 立刻道歉 对不起 看我回事怎么送着你 小莫 你可满意 幻青 你觉得呢 没 废物真是放一天 竟敢给予唐氏集团 爸 你快想想办法 总不能让那个狗东西和小贱人 吸在咱们头上呀 哼 区区废物坠血 我有一百种方法 不如 咱们一不做 二不休 爸 你真有办法 收拾那对狗男女 只要 你们按照我的方法去做 他们就死定 喂 杨少 杨少息怒 你不是早就想去唐湾情况 我有条妙计 我 万金你这么看着我干嘛 感觉 你变得不一样了 当了三年的废物 如今伤势全力 自然不能再受欺负 那么 你是不是有什么事呢 我能有什么 万金怎么了 公司法案有點急事 我得去處理一下 那我我陪你去吧 還愣著幹什麼 沒看見地髒了嗎 趕緊把地全部拆 擦乾淨別睡覺 怎麼 還不樂意了 不願意幹你就給我滾 把地拆完了再把馬桶擦 別以為老爺子像我 你就可以傻花不幹 你這是在故意的嗎 為了你 不是讓你自己認清自己身份 一個廢話最訓 你敢燃起唐氏集團 你 怎麼 一個廢話 你還敢打我不成 你還想打我不成 打你 先髒了我的手 狗東西 得也不要 你給我當著 擦亮眼睛給我看清楚 這廢話要是敢來 跟我吻合作口 少爺放心 我們是專業的 不死不專業 那你能記住他的樣子 你當我香啊 一會兒 看我眼色顯示 好 還有這麼多東西嗎 哎 那今天老爺 老爺 我還沒想到 唐濤那老東西還挺厲害的 讓我來賭著 掏我錢 掏著我的手 掌心 姐姐 這麼晚還在找我 是不是故意對著 楊介明 你來幹什麼 那我當然是來 你看 看著這麼辛苦 你還不再做 楊介明 別拿你臟手碰 媽 楊少已經得手了吧 算算姐姐 你也看不懂 哈哈 這個廢物東西 等他們生米煮成熟飯 看他還有什麼臉 繼續待在他 你們什麼意思 哈哈 聽不明白是吧 楊介明 要睡你老婆 你這個廢物 還在家裡邊 掃地 把話說清楚 你幹嘛 你松開 有本事你去公司找楊介明呢 那要欺負女人算什麼 你松開 哈哈 關心要什麼 你蒙磨你我都有成 你根狗東西 跟打擾一樣 我要讓你知道 怎麼死的 哎 老大 你確定你楊少又收拾男人是他嗎 媽的 我照片都死了我怎麼知道 你媽都都說什麼 這小子鬼祟的看起來不像好人 幹他 就你怎麼給我家少爺作對啊 哎 你們是誰啊你們要幹什麼 當然是曾子儀啊 幹王子儀幹 二位大人你們到底是誰啊 我就算傻一打 我也得要知道實力什麼呀 敢得罪楊少爺 揍死你個老壁 哎是楊賢明叫你們來的嗎 認識楊少啊那肯定就是你了 呃 小叔這怎麼了 用點力啊沒去飯吧哪人都沒力去 你他媽誰啊 啊我路過的你們繼續啊 不對啊老大 剛才帶小子好像照片 你沒看錯啊 絕對沒有 操大錯人了 別擔心想嘲諷我 清清 你應該知道我心裡的 我做了這麼多全都是為了你呀 跟那個廢話有什麼好的 我 弄著我 放開我 我怎麼對你 那次我滿足不了 那我來滿足你了 你敢跟我 你敢跟我你 你敢跟我你 那個廢話有估計總都被我的人擋住了 他不會來救你的 哎呀 你進去 寧墨你來了 這壺東西 你他媽敢犯我好事我弄死你 我老婆你弄死我 寧墨教訓他一下算了 別把事情搞大 聽你的 寧墨那個廢物敢打我 我他媽找人弄死你啊 我你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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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再敢打我一下 寧墨 寧墨 給我弄死他 寧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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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事了 以後沒人再敢欺負你了 楊介面這個狗東西 讓他的保鏢打我 他媽 湯湯 你他媽敢罵我 給我打 哎呀 要你啊 正愁沒人殺心 給我私裡打 哎 哎喱 郭 真 哎 兩個 他 畫 你看 殺光 外外省 是逃不出我的手掌心 媽 那個狗東西肯定都被楊少打殘了 那當然了 他敢跟楊少做對了 那就是早死 說不定啊 生命都做成熟患了 哈哈哈哈媽那以後唐家就是咱們我 哈哈 哎呀 哎晚清你不是應該 你是不是想說 晚清應該跟楊建民在一塊 你個廢 真的沒有你說話的份 二嬸 楊建民的事是不是你做的 姐 你這話可不能胡說啊 還敢狡辯 白秀剛才都承認了 你這個狗東西你算什麼呀 你敢直呼我媽的大名 你們母女倆蛇蝦行長 不配得到我的尊重 你帶我女兒 找 胡說 你們想造反不成 爺爺 這個廢物東西 他敢打我 爺爺 你可要給我做主啊 這個廢物東西 不無尊重 連我都幹他 爸 你叫嚴重他 不 到底怎麼回事 親親你說 爺爺 我剛才在公司 差點被楊建民欺負了 要不是你莫及時趕到 後果 後果不敢捨想 是不是你們母女倆幹的 爸 你可不能怪我們呀 這唐婉欽是你孫女兒 這倩倩也是你孫女兒 你可不能騙誤她 是啊爺爺 你可不能聽這個廢物的 還不聽 有證據你就拿出來 沒證據就閉嘴 這個廢物的眼神 好可怕 要證據什麼 那就讓楊建民當面對峙 你真把自己當回事了 楊少爺這這麼生犯 是你說起 就請的來了 請他 好 無論用什麼辦法 十分鐘之內 將楊建民帶到唐家 藏的先生我叫你去辦 林沫 莊逼呢也要有個肚 十分鐘想請來楊少爺 我爸都沒有那麼大的面子 就憑了 夠了 這件事絕不能姑息 唐桃死哪兒去了 楊建民是個狗東西 嚇得太好了 真是 不急嚇 老公 你還要回來嗎 想你去哪裡了 哎呀 好 我馬上回來 睡 兩個女人弄得不定 爸 唐家那個廢物知識 於三天時間 拿下 康文青 吞兵 唐氏集團說做不到 楊家計家人的位置 你會不會死的嗎 爸 你聽我解釋啊 這個事情他不 爸 爸 我他媽又你死 就你算是牛 你們誰呀想幹嘛 把他給我綁了 哎你想幹嘛 知道我是誰嗎 你知道我爸是誰嗎 放下整個龍城誰他媽敢動我 得罪了林先生 不管你是誰 你爹是誰 爸 你被誰打成這樣啊 你被誰打成這樣啊 哎呦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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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呦 你不承認也沒關係 一會兒楊建明來了 就真相當白的 廢物 你說這話什麼意思 爸 就是這個廢物 他污蔑咱們一家 聯合外人欺負他唐宛青 廢物 認準自己的身份 上口亂咬人 好 這件事到底是不是你們幹的 爸 你還要是問罪的話 讓這個廢物都是正確的事 廢物 情形受欺負 說明你這個廢物無能 你還真是不見觀察不能為 廢物啊 你少給我扣屎盤子 我這身上還沒找你算賬 氣 怕 你怎麼敢罵我 你怎麼敢罵我 我看誰敢動了 林先生人給你帶來了 原來是你找人找的 我怎麼弄死你我 給我老實點 楊建敏 你勾結唐濤七伯老婆的事此事不假 總之啊你弄死我呀 不說什麼 我倒要看看你的骨頭有沒有你的嘴 把他雙腿廢了 是 哎哎 給我啊 我再問你最後一遍 此事跟唐濤一家是否有關 沒有啊 我怎麼弄死你 你嘴是真意呢 都是去弄死你 哎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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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說我說我說 是 是他道 他他讓我找人去公司的 他還讓我鬥死你 你 你意思 老子要打死你 啊 爸爸別打了我知道我錯了 你意思 你是想氣死我呀 爺爺 爺爺你別打了 我爸他是一時糊塗呀 老爺子 你小小氣 他也是為了躺家 都給我住口 小木 清清 你們說 怎麼處理這逆子 全憑老爺子做主 從今以後 清清就全權管理公司 你們就別再擦手了 爸 你也太偏心了 我不同意 您不能這樣啊 我也是您的親孫女 都給我住口 這一次 就算是個教訓 如果再有下次 你們就滾出堂家 你也太偏心了 楊建明 奉勸你一句 最好別跟林先生為主 走 這臭老子吃早了 你跟老子等著 老子吃早又凍死你 你先你先上去吧 我等會兒去找你 好 跟蹤狂魔 誰派你來的 小哥 有人想要你的面呀 幫我查個人 先生 我照久去查 狗東西 你怎麼來了 我去哪好像跟你沒關係 你可別得意的太早了 你不過就是唐婉清 養了一條狗罷了 入坠這麼久 怕是連婉清的手 都沒牽過吧 跟你有關係嗎 我啊 不過是可憐你 入坠這麼久了 還一直當太監 你怕不是 連女人是什麼滋味 都不知道吧 林沫 你也不用把我當成仇人 只要你能搞垮唐婉清 你想要什麼 我都會等你 姐夫 姐夫你這是幹嘛呀 這可是在狗狗 收起你下三浪的手朵 你讓我絕對惡心 你這個狗東西 你敢拿我 他是我男人 你要幹嘛 好 你們這對狗男女 能一直了多久 清清 我 不用解釋 林沫 我就是覺得 你憋得不一樣了 你是不是有什麼事瞞著我 其實當年入坠啊 唐總 董事會快開始吧 大家都懂著呢 等我下班回家 我們好好聊聊 店主 找找 那應該是安夜門的人 安夜門 我沒有想要 安夜門 三年前 就是安夜門之助教我重傷 沒想到他們還沒死心 店主 安夜門那邊還會有大鬥 我也就讓艾麗安東方護衛 好 不要打掃軍蛇 跟小组汇报情况 厉害您说南边有情况 喂喂 所有小组立刻去南边之园 清清 今天公司没什么大事吧 没有 我怎么听说董事会把你谈合了 二婶你什么意思 没什么意思 你的董事长做不着 这集团没了我们两个 估计早晚要倒闭 那就试试看 没有老鼠屎 你是最贵的 臭丫头 你说谁是老鼠屎 臭丫头 你说谁是老鼠屎了 二婶你老糊涂了吧 当然是说你了 废物东西真没你说话的份 二婶 他是我老公 请注意你说话 废物 永远只会躲在女人背后 好 妈咱别跟他们多废口舌了 咱们俩呀 就等着看好些 女沫 你先回房 我找爷爷有些事情 嗯 好 这也就是无赵 连他的水顶都不能传 可严 Through 到 入 中 太阳 你先别动我照样就送你去医院 你们在干什么 万千你听我小便不对你听我解释 林墨你要怎么解释 万千事情不是你想的样 我想的什么样 搞什么 东西你长本事了是吧 这偷人呀都偷到家里面来了 你就算偷人也给带回家里边呀 就是呀出去开个酒店 能花几个钱呀 这下倒好被人打住了吧 星星啊你我看呀 就该把这废物赶出家族 丢人现眼的玩意儿 我的事情就不老二位费心了出去 哈哈哈出去 这个时候小薇 嘉倩你快叫我比你去 我在这 站在 我还有人 我是命关天我必须就快送他到医院 可是二绳他们在门外 我送床子 哎 老园子 看看这狗东西这爷爷啊人呢 爷爷你快进来看好戏吧 你的那个宝贝孙女婿 可真是给咱们唐家人长脸了呀 你娘了呀 到底想干什么呀 你的那个废物坠血 人家偷人家偷女人都偷到家里面来了 这藏可是藏不住的啊 二婶谢谢 大晚上你不睡觉带爷爷来我窝室 那个废物 那废物和床上的女人呢 自己男人偷女人偷到家里面来了 你还帮他做探護你定见呀 哎 简直胡闹 都给我滚 我刚刚明明看见 那个废物跟女人躺在这呢 爸 倩倩说的没错 刚才那个女人我也看见了 住口 还不快滚啊 你老糊涂的吧 我在床上什么时候有女人了 我床上什么时候有女人了 敢做不敢当的东西 还得我在老爷子面前丢脸 今天我不吃了你的嘴 二世还想打我 这三年你欺负我都不够吗 我 狗东西 你敢打我 真是个狗东西 你是不是想到反着你啊 啊 啊 爸 你看那狗东西欺貌娘娘娘 真是法轮偏了呀 你看你根本不够 爷爷 他都当着你的面 这么禁止我们两个了 他就是不把你封在眼里 你们有错在先 快向小莫道歉 这老东西吃错样子吧 让我跟这废物都吃 愣着干什么 道歉 道歉就不必了 别讹上我去滚吧 老爷子 您大半夜的也不睡 也是来看戏的 年龄大了 睡不着 你们休息 你确定 跟我解释一下 你确定 文婧 三年向我入睡唐家时身负重伤 养伤三年 成了别人眼中混尸等此的废物 那那 那你的伤势好新呢 已经群立了 但是 唐家人被人盯上了 爱丽是为了保护咱们才受伤 那 我们怎么办啊 你放心 有我在 不会压任何人伤害你 啊 我我还没准备好 不许咱能弯了 哎 今晚就在床上睡吧 好啊 大师 你不许碰我 吃 那我还是吃虚猪啊 不许走 你不许走 那个废物按个东西 竟敢打我 实在 爸 公司那边到底怎么样了 我都快被那个废物逼疯了 放心吧 明天董事会就会弹劾那个臭丫头 一切都在掌握之中 这次 我一定要将他的高男女 无数唐家 哼哼 这家伙真难不太起 无常 为了以防万一 唐婉琴那个臭丫头就交给你对付 我一定要让他失败 聊上好算计啊 你赢了唐家财产 我报得 没人 笑不是因为我这腿被林沫那个废物给弄废了 我一定要亲自品尝品尝他老婆的自我 三条腿都肥了 三条腿都肥了 等候 回去等好消息 唐小姐 自从你上任以后 集团亏损五千万 你该怎么解释 集团最近扑的贪子太大了 短时间很难扭转金 我已经尽力在两位了 哼 这么说来 你是没能力帮公司赚钱了 明治集团债务就要到期了 若两个亿还不上 唐氏集团就要破产清算 唐安静 你还是赶紧去筹钱去 若到破产的地步 别怪我们不留情面 若 这么热了 你怎么来了 我再不来唐家就要完了 那是爷爷的位置 那个老东西 我唐氏集团 教会你这个臭丫头 这是老鼻子 各位 我有个好建议 知道大家愿不愿意去 什么建议 我听说日药集团的杨总 对我们公司很感兴趣 要不 咱们把公司 买给杨总 这倒是个好建议啊 总比冷几块 不错 人不畏济天竺地面 不就是两个亿的债务吗 我来解 靠气还不像 不还不着 做不到我就一刻辞职 能凭你处理 要是我做到了 就把你们手里的股份 你市场养成的价格卖给 怎么不敢 卖就卖 我都要看看你怎么错过两句 哈哈哈哈 唐总 他们肯定是串通好的 连二叔都帮着蔓延寄付我 看来集团争议 唐总 出去吧 我想先听 吴总 你说的是真的吗 当然 你让陶小姐感觉让你两个业子 好马上过去 接住 暗夜门的人 似乎已经伸出到了中车 我重新猜个鼓标区 不用了 我自会解决 对了 艾丽怎么样了 我还是没事的 怎么着关系 我还是没事的 怎么着关系 你怎么着关系 你怎么着关系 我还是要说 别来了 免打扫电视了 此时我自会解决 给谁打电话呢 啊一个朋友 我怎么听到你提到案例了 他与你干嘛 他与你干嘛 你听我解释 不用解释 我相信你 走吧 开车送我去荣城大酒店 去酒店干什么 韩生意啊 这次的合作 关乎于同事集团收拾 好吧 我懂得给你 唐小姐来了 无上 我听电话里说 你愿意给唐氏集团 吐一两一夜 我提唐家真是谢谢你 唐小姐应该不会只是拿嘴线我 不过拿嘴线 啊 坐下 咱們聊聊合作的事 不少我不太能喝酒 我一睡帶酒吧 沒關系 唐小姐不會是唐家千金啊 這包皮器我喜歡這杯水 喝到我心目上 不少合作的事情 什麼合作 大家都是成年人 唐小姐 不會不明白我什麼意思吧 唐小姐 你若踏出這扇門 唐家就等著破城了 日耀集團在榮城能幫上你嗎 哲我嗎 不少你到底要哲了別急嘛 談生意哪有不喝酒的呢 阿小姐 喝什麼這個酒 兩個藝 火頭了 你沒票嗎 只要你喝了 吳總我喝完了 你喝起來了 要 是 發瘋克白贅 你 我 你寧願把公司交給你孤兒子 都願給你親兒子 胡靠 這是不是不讓你們擦什麼 再不擦手 要破產了 爺爺 公司的債券明天就要十七了 我們可不想陪著你一起付出債子 就是 好處沒我們的 你傻的也吃 依我看呀 乾脆 都進去這麼久了還沒出來 不會出什麼事了吧 不行我得去看看 小美人 我來了 胡說我嘎死你 你要是叫我 李莫是不會放過你的 不那個廢物追群他來了 我廢了他 看我的女人想死嗎 你個廢物追群還敢來來 給我弄他 我老婆你找死 哎哎別別 李莫我脫好疼好難受呀 你敢給他下腰 誰給你勾在你前腰呢 在在在兜裡 啊 啊啊啊啊 謝謝你啊 我在 明摩我差點被他欺負 你不要緊 這個時候我幫你 你喜歡下幼兒嗎 你喜歡玩什麼啊 哈哈哈啊 啊啊啊啊 你不是喜歡玩嗎 我 你個廢物追群 我他媽弄死你啊啊 你知道我是誰嗎 我管你 感動我老婆弄死 我這就打電話小人 小人 誰個會 哎 來裡 幫我們找兩個流浪漢 帶走容仁城大酒店來 好的先生 我正在去找 喂 二舅 我被人送啊 你快過來跟我吵吵的 我 什麼 有人敢送 萬一你懂了 這就招起床了嗎 你完了 五舅可是給你和麻的隊長 我家可有欠軍辦法 都他來了 我送死了 是 那就看看誰先死 才 risk of 你什麼 找你怎麼來啊 您是海言 哎呀 您大osse被您追去給揍了 您快去救他吧 什麼 切 那兩個打不過一個人 帶路 是 誰他媽欺負我大外이나 就他媽你欺負我大外沙啊 啊二舅 那個臭小孩給我玩弦弦跳 我剛把鋪袋解開 那個臭廢物就給我衝進來 還搁我幾巴掌 前進幫忙 我看誰敢動手 鄭主管好大的威風啊 這娘們 愛秘書這麼巧 您怎麼演的 二舅 這娘們是誰啊 色不错啊 天津集團王總 二舅你可以啊 連天津集團秘書都認識 你肯定弄死那個廢物追去啊 二舅 等弄死那個廢物追去 黑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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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小 你是他二舅 你們想弄王總的貴客 愛秘書你聽我解釋 我是表舅不是琴的 二舅你弄著幹嘛 你弄他呀 弄他大 你上次可別嵌戀我呀 二舅 你打我幹嘛呀 你打他呀 我打的就是你啊 你 小伙子 艾秘書 不好意思 我真的跟他不熟 哎 我先走了 你 二舅你別留言我 哎哎 二舅你你 你又不是 我心想打我 那兩人怎麼可惹不起 幸虧我留走 要不然 這黃岸隊友人 哎呀那那咱不救手下了嗎 救個牛 要把自救奪負了 哎走 好 郭同學你別太得意了 我又肯定幫救命去了 是嗎 我且告訴你啊你別太過分啊 不然到我兒就來了叫你隨時我走 放你 我還打算陪你好好玩玩 玩你找到了 找到了 你們進來吧 請你們來是想讓你們陪他好好玩嗎 一定要伺候舒服 這陣之後啊沒人獎勵一萬塊 老闆放心 今晚我們把他伺候的服服帖帖的 哈哈 你不行快什麼 你們別過來啊 我不相信 你幹嘛你這麼對 我不一定要我兒子弄死你 我 你們自己想好大的東西啊 不 雷先生 鄭東海是天井集團的房間最長 用不用處理的 不用 把它開除就行了 這種人不配待此天氣 啊 把董事長的位置讓給我 我保證讓公司多難關 彼子 我真給了你 你轉手就會把公司賣掉了 就算不賣 兩個一個債務 誰來償還 誰要攔戀償還 爺爺 你不會是指望你那個廢物出去的 那個狗東西 他可沒能力幫咱們 幫忙 眼下能救你們唐家的 只有我爺爺 我今天來就只給你兩個小子 楊少 也不歡迎你 楊少 還老闆你親自起來啊 費 我要是不來 你能搞得到這我公司 老爺爺 你現在只有兩條路走 要么 把唐氏集團的股份 低下賣給 要么 讓林默和唐婉欣那個賤人 到我面前 這絕不可能 爸 你真是老糊塗了 公司如果要是破產清算的話 我們全家都得去乞討呢 你一次 我怎麼生了你這個沒用的廢物 楊少 你請回吧 絕不會同意你們的條件 老東西 你可信 哇 一把年紀了 你就好想想清福 公司的大權你還是銷出來吧 你想逼供 哈哈哈哈哈哈 公司的第二第三大股東的股權 都已經轉交給我了 公司的話語錢 我最高 楊少 是不是讓那對狗男女 跪在你的面前 你就可融資兩個億 幫唐氏弄過難關呀 不錯 不要讓林默的 受不下去 老 一定讓楊少如願以差 爸 把公司的大權交出來吧 至少 我會讓公司繼續信查 畜生 我怎麼生了你這麼個白鴨郎 爸 都這個時候了 你就放手啊 是啊 爺爺 咱們可是一家人 別把事情 做的太絕了 你不會真指望那個廢物 幫咱們還債吧 人都給我 鼓勵出去 把這老傢伙給我拿下 讓他把股權掌上鞋也乖乖聽 你們想幹什麼 老傢伙 只要你乖乖聽話 我也會 啊 你那麼忙過啊 這苦分子轉帳給我 又沒有轉帳給外人 讓老娘簽子 都給我住手 二叔 你可真孝順 這小街上居然沒死啊 我扯這廢物 楊超 你還敢來躺家 看來上次的教訓不夠慈 愣著幹嘛 給我上 啊 你個廢物想幹嘛 胡承是你安排的 我也沒有請到你 若與下次別故事 公司 你別落在我手上 我敢打我 我要殺了你全家 我還要你老婆在我身下腰尾起臉 這是你自首 啊 廢物真心 我只有你血真血潮 啊 我什麼事你也猜 上次勾結楊建民在辦公室切脫了 這次有小姐投資的民意把我老婆拼去救 連續兩次挑戰 死不去 你要幹什麼 幹什麼 自然是要弄 你別亂來啊 這可是堂家 還知道這是堂 帶一個外人來逼供這他媽是你該幹的事 那又怎麼樣 這集團本來就是我們堂家的 要不是你這個廢物追訓 老爺子怎麼會偏心呢 狗東西 敢打我吧 誰給你的狗打 老東西 你需要把集團交給這個廢物嗎 好 那讓這個廢物和集團一起等死吧 老爺子 既然你這麼偏心 那就讓這個廢物 還在 兩個也在 還到死 你都還不住 兩個億很多嗎 就算是二十億我也還一起 你吹什麼 你吹什麼 你要是能拿出兩個億 我跪下給你磕頭 現在呀 還真是什麼阿媽阿狗 都敢出來說大話了 狗東西 你要是拿不錢呢 你就跪著 給楊少道歉 林默 你別說大話 在我的事 我在想辦法 我給收過吧 或者 收點好去 老爺 這段卡人能錢 足夠環境防止集團所有的 就這麼著破卡 還敢誇下如此害虛 你就這樣糊弄我們 你這破卡要是有錢 老娘也給你虧心 如若沒有 你就給老娘滾走路 這可是你說的 是老娘說的 又怎麼樣 你裝 你裝吧 有眼無睛的東西 連天井集團的金龍卡都不認 黃泉的秘書 咱怎麼走 你裝吧 這張卡 別說十億 就算是百億 安秘書 你們是不是串通好了 來糊弄 過路你 你也配 林先生手中的這張金龍卡 整個榮城 僅此一張 你們要是質疑林先生 就是在質疑我天井 林先生 郑多海已經被辞退了 整個榮城 沒有人在跟我們 做得不錯 剛誰說要給我磕頭來 李莫 你別太過分 你們嫌迫老爺子前轉賬協議的時候 就不過分嗎 二叔二閃 你們是自己跪還是我 幫忙他們 是 跪還是不跪 讓我跪你這個廢物 休暇 你不跪 我幫你跪 二叔 我跪 我自己跪 老爺子 該如何出的趟 沒充洗的東西 將他們趕出堂家 乖 你真能就堂食忌断 老爺子放心 留我在 先踏不下來 楊瘦 那小子會功夫 你怎麼不早說呀 害得我 不是提前安排人手了嗎 為什麼會失 何止失手啊 我他媽都失身 失身了 拼他 受此居弱 全被林茂那種廢物所賜 楊瘦 你還有什麼爸爸對付他 那廢物這學會寫功夫 不能硬品 只能智慮 智慮 怎麼智慮 那傢伙害得我丟了工作 我非弄死他 不知道二位 敢不敢玩波大 有什麼不敢的 我恨不得將那個小子 脫骨腰匯 咱們可以嫌這個 有什麼好計策呀 可是 誰去分散林茂的注意力呢 我自有妙戲 好 我這就去吧 二九 對 他媽的啊 沒想死 拜拜 喂 老公 又不咱回去跟老爺子認得綜合嗎 這唐家怎麼著 你應該有你的地方吧 是啊爸 咱們回去給爺爺認個錯 兴許他還能原諒咱們呢 認錯 林茂的廢物現在正高處 我們就算回去 我們就算回去 也是自取其辱 那怎麼辦呀 我可不想睡在大馬路上 楊少 你有什麼吩咐 幫幫忙 幫忙 幫忙做點事 早上啊 等他就還是你的 楊少 你儘管吩咐 我必定赴湯到火 好 好 老公 什麼事啊 這麼開心 有人養貴婷 這回 他死定了 一會兒 說的吧 你還要回來做什麼 畜生 你還回來做什麼 爸 看你說的 咱們是一家人 哪有隔夜醜呀 爸 我知道錯了 我們倆投資呢 準備把集團的所有股份 都賺出去 一會兒就叫白秀 跟清清去辦手續 你說真的 真的 白秀 一會兒你去跟清清 把手續一辦 清清啊 以前是二嫂 不對 現在我們都想通了 將公司集團 交給你和林茂管理 放心 二嫂二嫂 這麼引擎 不會有聲音 小了 格局小了 只允許你閒於翻身 就不須之 我爛子回頭了 爸 咱們也好久沒坐了 一會兒咱們坐坐 小莫也一起 小莫 你以後可是唐家的中流砥柱了 這老傢伙不對勁 二叔 我覺得你要害我 但是我沒證確 小莫 二叔以前做錯了 現在二叔知道了 清清啊 現在咱們就去公司 我害怕一會兒反悔了 二婶 我感覺你有什麼事瞞著我 哎二舅 待會兒啊 看我眼色消失 直舉成功 不許失敗啊 放心呢 二舅本身絕對靠 是你個鬼 你靠譜 那我這屁股不會也被 哎呀好好好 看清楚了是不是那個賤 我看 好 今天就幫了他 玩死領我那個狗狗獻 好 哎呀清清還真是冤淀露塵啊 露塵 你在這兒幹什麼 幹什麼 雖然是來找你啊 啊 你們放他可別綁我了 把年紀了 大媽 你還是會長完秀 趕緊滾 二舅你 楊少還真是神經標算啊 讓黃桃拖住淫墨 讓我們倆來收拾 二舅 別說 你別過來 哎 二舅可以啊 一亮 那當然 想當初就帶著去幫忙 二舅行行行 把這兒說要緊 哈哈哈 喂 楊少 事情辦妥了 好 把這小家人給我帶回 老家活躍躍躍躍躍 哎 四個頭上一把刀 辦正事要去 哎呀二舅 我就摸一下 摸個球呢 你哪沒叫 想摸 二舅晚上就摸不動 哎呀 想見明 你要幹什麼 快放開我 放開 四星啊 你怎麼還這麼天真呢 林末那狗東西廢了我雙腿 你覺得我怎麼放 楊少 等一會兒您辦完事 能不能讓我跟這個娘們演 放心 見證有份 待會兒讓你們都好好耍一聲 哎 東西帶了嗎 好 發個視頻 讓那狗東西過來臨死 楊少 換個姿勢 您這麼看起來沒殺氣 我讓你把視頻發過去 讓他過來臨死 唐桃 你能浪子回頭 我很欣慰 以後好好幫撐著 清清和小妹 爸 你放心 小王啊 錢啊 是二叔的錯 我向你道歉 來 清清 廢物東西 給你讓在我手裡 不想她有事的話 就拿你的命來還 小劍民 你要是敢碰京清一根海毛 我要你的命 什么 亲戚怎么了 亲戚不是保家 我现在就要去救他 什么 谁干的 那就要问二叔了 你个废物 你可别血口喷染 这事可跟我没有玩笑 如果让我查出 你也参与几分 你要你的命 搞东西 等你让我扶着回来再说吧 这次看你死的死 杨协明 我告诉你 你不要碰我 否则凌摩会要了你的命 要我的命 老子一会就当着你的面 落死那个 我告诉你 凌摩不会放过你的 快 我在看你一阵阳上 有点变态 我一个变态 你觉得大变 大变跟我颜色相似 保命要紧 快去 你是觉得啊 好 放开你操手别碰我 仗内废物还没来 请让老子好好享受享受 哎放开我 你们两个啊 先放手 哦哦 就算我没了手 谁也照样弄 你放开我 求你放开我 喊啊 喊啊 就算你喊破喉咙也不会有人来救你了 哈哈哈 严靖明 谁给你的勾当给保我的女人 连 连毛 你个肺部还还真敢来啊 怎么 屁股不疼吗 我你妈 哎哎哎哎 这句不可忙 哦 看我也在手上 哦 够东西 我给老婆跪下 否则的话 我弄死他 要我跪 要我他死 你他妈给我个水干嘛 哎杨绍我我怕你口渴 我他妈又在那里请 请 我给你 林沫 听说你功夫特别好是吧 我倒想看看是你的拳头快 还是 其不知外枪快 其不知内枪又快又准 这小子死定了 二兄 你都挺多呀 那当然 想当初我在千军万马闯江湖 你他妈把嘴给我闭上 林沫 现在滚过来 跪心 你可废物坠血 敢欺负到我头上 老子有一百种方法 哎杨绍 不如找几个流浪汉 把他给 林沫 跪在我面前 我可以 欺负女人算什么本事 有本事冲我 你以为我不敢是吗 我就赌你不敢 林沫 这是你逼我的 开枪 我赌你的枪里没有子 林沫 你给我死 你给我 假的 我你吗 我的女人也敢动 你想死吗 林沫 又不是你弄死吗 总有不在的时候吗 你不在的时候 看我怎么弄死的 被你这臭小子太惨了 他没弄个假枪 二舅 人家我搞不来啊 谁知道那小子那么生猛 我老婆是你们俩的 我们只是封命形式 林沫 我借口你啊 别太过分啊 你敢动我 你敢动我 杨建民就是你的行李 你吓唬谁呢 别以为就你会功夫啊 我二舅 我二舅也是高手 我二舅也是高手 当年他带两千万万 闯社会的时候 你你你还穿开刀裤了 二舅 干他 大卫生你真会作死啊 赶紧跪下可多认错了 哎 二舅 你的金融腿铁头疯了 你吹吹死他呀 老汉医生 江湖不是打打杀杀 十天是故 咋弄得废话 对对对 林沫 都不是我们要干的 是是杨少长我们要干的 哎对对对对 跟我跟我跟我 我们把保险关系都没有 对啊 你俩死罪可免 我罪 我让你俩办件事 要是办成了 我可以救 好好好 琴琴 你没事吧 爷爷我没事 都会林沫及时出现 不是 我就被杨建明那个王八奶给欺负 没事就好 爷爷 阿叔阿胜的 那两个畜生 捐了家里的钱 那搞东西命真意 这样都死不了 杨建明也是个废物 害得我们还要离家出走 那咱们去哪呀 荣城就这么大个地方 那废物迟早得会找到咱 先出去 毕与方舅 走 二舅 林沫让咱们找的是他俩吧 没错就是咱俩 带有个机灵 看我眼泽修饰 好 直接少去办 就你叫唐涛是吧 有人想要你们的命 呃 吴 吴绍 咱们以前见过面 呃 你知道我有何贵干 唐宛青那么漂亮的女人 你们这对广安女那么欺负他 还有王法吧 打身子 啊 吴绍他身 有人拖我过来给二位掌掌记忆 坏事做尽 是要遭报 你 你 是不是林沫拉废物 你个堂堂无大少爷 怎么会是一个坠绪的话 闭嘴 啊 废物也是你能叫的 哎 二舅 别跟他们废话 打了他们生活不能自理 咱们怎么还跟林沫交差呢 哎 等等 吴绍 啊 我原来请你吃个饭啊 你鸡子 有点鸡刀 踹死那老变奴子 我录个视频也算交差了 啊 啊 爷爷 找到二十桶了 这里有个臭屎 你把他给我挖回来 林沫消消气 一会会有人把他们送过来 唐 二叔二婶回来了 怎么在这 给我收一下 唐头 我问你 秦清被绑架跟你有没有关系 爸 我是被冤枉的 你别听这废物的一面致辞 就是吧 这个废物保护不了自治女人 就会骂孝脏水 二叔二婶 你倆的嘴是真硬 搞東西 唐家沒有你說話的份 林沫 你害得我們還不夠慘嗎 還想弄解下時 爺爺 綁架輕輕的是吳家的吳城 此時跟二叔也沒有關係 打電話一問我們是 那趕快問問 李先生 吳城 你們綁架輕輕的事 跟唐濤有無關係 此事是楊建民你什麼策劃 我負責綁人 唐濤負責將你引開 廢物 你少他媽穴口噴人 唐濤 你一個做出誤會敢做法人 夠了 假髮是好 我我我錯了 我像是再不敢了 你再給我一次機會吧 爸 是我們倆的迷失普通 他在狡辯 請加法 粗神 你可知錯 我這一切都是為了唐家 吳口胡言 還不認錯 啊 你就是偏心 騙他那個廢物墜蓄 啊 你逼宮在先 黨脈公司在後 現在有勾結外人 綁架自己的親侄女 瞧瞧罪責 都給我叫你千刀萬划 我不服 我還敢嘴唸 將你逐出家門 爸 你不能這樣呀 我們離開唐家 你叫我們怎麼活 我 我出去 二叔 你們落得如此下誠也是驕悠自取 廢話 你別高興的太早 把我們趕出唐家 你以為你就好過了嗎 二叔二生 我還願女士真心悔改 本上替你們向爺爺求情呢 唐萬青 你別裝作一份可憐欺欺欺欺 那我娘不喜歡你可憐 不知會可憐滾吧 老公 現在咱們去哪兒呢 去找楊少 他比咱們更希望這個小畜生死 楊少不是被廢了嗎 來的大人物 專門對付這個小畜生 周公子 可算把這個探索 你確定 這就是唐家的廢物陣序 千成萬確 這廢物三年全日無罪唐家 繳得我們家集權能盈 現在 還想奪取唐家的財產 三年了 沒想到這廢物還活著 周公子 你確定可把我們對付零貌 林默是你們的敵人 也是我周龍的敵人 三年前他沒有死 這次 他必死無疑 只要周公子能幫我除掉這個廢物之子 那我楊佳優定給你周公子麻糬實戰 小子 你還挺懂啊 那你呢 不表示表示 如果你能除掉我 我也將親生女 送上你的床 這就是林默的妻子 那我可得好好品嘗品嘗 你們倆 你們倆 有什麼辦法 能將李默引出來嗎 不行 想 想 上次就打草件事了 沒機會下手 得力尋他法案 那要不 他來著鴻門眼 我就不信 他不撈頭 好 那這件事 就交給你們兩個了 等林默來了 我必定讓他 生不如死 林默 謝謝你 要不是有你 我可能就小丫頭 保護你不是應該的嗎 林默 我真的感覺你和以前不一樣 清清 我們都結婚三年 都還沒有真正通訪過 不如今晚 咱們就補個動畫畫正義 嗯 清清 這一刻我都等了三年了 寧默 委屈你了 不委屈 那你娶到容忍成第一美女 我求之不得呢 廢物東西給老娘滾出來 這封丫頭又要幹什麼 我去看門 謝謝 狗東西 是不是你害的我爸媽被逐出唐家的 他們是咎由自取怨不動 謝謝你冷靜你啊 賤女人 你為了這個廢物 把唐家搞得家破人亡 住住 他是你姐夫 不許你這麼羞辱他 姐夫 他不過就是一個廢物追婿罷了 他在唐家白吃白喝這麼多年 遇到事情還是只會躲在女人身後 不許你這麼羞辱他 你為了他打我 好 你們等著 你們這對狗男女跟我等著 無上你想不想報仇 我有辦法對付林默那個狗東西 唐小姐 我在榮愁大酒店等你 咱們二五二六 你叫我 榮愁大酒店我二六六六七 搭壤 唐先生 瘋了呀 還學者林默你不要命嗎 唐家那個說 把我當槍使 那咱們 就乾脆叫氣就進 我二九 哈哈哈 咱們跟林默有沒有深受大汗 沒必要去招惹他呀 方說啊是豬肉蒙了心 現在要搞他了 對 咱們搞不了他 就去搞他小姨子 二舅 上次給你沒用 他咬我咬我咬我 時刻頭 哦 就等這一天了沒想到這麼快 哎二舅 先去和你等著 等一會安排好了你再見了 啊 哎 哎 哎 一末呀 玩不了你老啊 我玩兒讓你小姨子也不做呢 前進 吳上可真是好情趣啊 這一個人還開了一間大床房 好像已經累了吧 哎下喝杯去吧 嗯 吳上 你別急嘛 咱們先說說 怎麼收拾林默那個狗東西 唐小姐有辦法呀 憑吳上你的能耐 收拾那個廢物 不是一如反掌 哎他媽一如反掌 差點沒被那個廢物給弄死 幫你收拾那個廢物不難 但我總不能 白費力氣 不會讓你白費力氣的 只要你廢了林默那個狗東西 等我收拾了林默 姑奶奶才懶得理你 哎 黃小姐 你給我的酒禮 放什麼 你放什麼 哎 老小姐来都来了 要我陪你玩玩呗 至于联络嘛 自然会有人收拾她 更卑鄙 更卑鄙的 还在后头呢 喂二九 得手了 干杯 你想干嘛呀 我可是唐家的千金 玩的就是唐家千金 二九 好好安住脚 我先来 老赵 咱们记车行吗 少废话 一会看我脸色行事 咱们父亲请罪 万一那小子 不给咱们面子咋办 本公子拉下脸来求他 那小子要是敢得寸进尺 那就只能用那种 不过这周公子也说了 不到万不得已 不要轻易暴露他的身份 啊 二叔二婶 你们还有脸不大呀 搞不东西 林默呀 咱们毕竟是一家人 里头不见抬头见 这次来了 就是想别认个错 认错就不必了 只要别在我面前碍眼就行 你 杨绍 你也是来认错的 所谓展颜孝宿愿 一笑免恩仇 以前是本公子做错了 特地向你赔罪 赔罪 空出来 我在杨家设了盛宴 希望你能卖我的面子 去杨绍 去杨家 该不会是鸿门宴吧 杨绍 杨绍这次是真心想你 也不是好胆 你们到底想干嘛 他们是怕死 特地来认错的 二叔二婶 如果你们真的知道错了 去求求老爷子 说不定老爷子 还能原谅呢 好啊 我们这就去 走 你小子是不是有什么阴谋 你小子是不是有什么阴谋 多个仇人不如多个朋友 我涉业款待 只希望日后井水不放合适 跟我做 我不配 我不配 那暗夜门配 你怎么知道暗夜门 你有胆量就跟我回应一下 那有老婆 好 跟你走 你走 你走走我呀 拉着我一块走呀 那我帮帮你 嗯 让你知道错了 我真的错了 以前 我总跟林沫和清清作对 现在我想明白了 都是一家人 哪来的那么大的仇恨呢 爸 我们知道错了 你让我们回来吧 但周龙弄死了林沫 唐家还是不舒服 爷爷 你就原谅他们吧 发疏二审 这要错了 起来吧 下不为例 以后 你们要好好扶持 亲亲他们 增许让唐氏集团 早日上市 我一定会帮他们的 妈妈 你们可要为我做主啊 乖女儿你怎么了 我乖李莫那个畜生 那不是为了对付他 为了我的清白 哎呦什么诺 我非弄死他不可 倩倩 你这是怎么了 你莫那个畜生 若不是因为他 我宝贝女儿也不会被人欺负 八婶 你什么意思 倩倩为了跟我们两口子出头 找个人找林沫算账 结果就为他们 这事都是以林沫而起 非要那小子长命不可 逆子 那都是你们心疏无证 跟林沫有什么关系 成倩落得如此下场 都是他郊游自诩 老东西 你要是不为我们倩倩出头 我们可要自己动手了 臭丫头 我们倩倩身上所遭受的一切 我要让你也遭受一遍 林沫 这就是你的诚意 这就是你说的盛宴 别急嘛 好在后头 周少 人给你带来了 周少 那废物给你带来了 你别瞎说 表弟 三年不见 别来无恙了 周总 你怎么在这 我在这 当然是为了弄死 你和暗夜门是什么关系 刚一死了 自己去问阳老母的吧 难道 三年前也是你们动的时候 当年没弄死 今天你是跑不掉了 你们为什么这么做 当然是为了你邻家的传家宝吗 当年暗夜门灭临市全族 唯独你逃走了 看来那块玉又在你手上了 就为了这块玉 就涂我满门 我真是玄奴玉 林沫 今日你必死 给我上 不可能 怎么这么巧 再问 周家跟暗夜门是什么关系 杀我杀了我 暗夜门不会放火你的 你 你 我 我 就是安逸了 想 这样 没想到你还没有 我 老师教授那块子 我可以 就是你带人杀我全家的 是你带人杀我全家的 你能把我怎么 我宰了这 把 把救我 忘了告诉你了 你的母亲还活了 如果我二周龙有个三成两短 将提你母亲 你敢 你敢 我会亲临荣誠 也该解决 我妈在哪 我能杀我杀了我 这辈子也见不到大姑 我不会杀 但我不要和杨建宗一样 像是真正的一样 我的腿 我妈在 在我家 我转进了我妈 让你叫我家灭死我了 你要干嘛 你要干嘛 你不是一直想对我 今天就彻底了解吗 不要不要不要 临沫 你别乱来啊 我跟你道歉还不行吗 别杀我 别杀我啊 现在道歉会不会反了歇 临沫 这群啊 仗是其人 仗着日药集团 欺压藤家 临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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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若干再有下次 绝对娶你 搞命 老东西 自从那肺无助 这唐家以后 你处处维护他 甚至把集团 还要交到他们手里 我才是你亲儿子 你意思 你想干什么 干什么 待会你就知道了 来人 甚至是你 不 老东西 我今天到这个地步 都是被你逼的 二叔 难道你就不怕你 木屋回来收拾你 他能活着回来 再说 把这个臭丫头我带走 来会去孝敬一位大人物 畜生 有什么事情冲着我来 别冲屈屈 冲你来 你现在都自身难保了 还想救这个臭丫头 就连林沫那个狗东西也救不了他 允许林沫已经死了 你说什么 我说的还不够明白吗 他的仇家找上门了 要弄死他 还不跟黏死只蚂蚁那么简单 唐瓦枪 凭什么你 从小到大什么都比我强 还比我得宠 今天 我就要让你身败名裂 臭丫头给我带走 放开我 放开 你们想干什么 干什么 当然去孝敬那个大人物 来换取我们后半生的龙华富贵 把他带走 畜生 我怎么就生了你这样的玩意儿 二叔 你现在回头还来得及 回头 我他妈就没打算过回头 要不是你和那个废物 我何止运落到现在这门下场 二叔走到这不完就是你们就用自己 住口 要不是那个废物 他们家就是我的了 我看好 住 我已经把那个贱丫头绑到酒店了 陆总 您什么时候过来 我就在荣城那酒店 马上到 好 我等你 疼疼 你死心不敢 这次绝守不到你 龙少的声音怎么感觉怪怪的 算了管不了那么多了 杭总不好了 那臭丫头要自杀 自杀 那手不是绑着的吗 怎么会自杀 别过来 别过来 姐姐啊 哎 你 我好好说 你真是干什么 我和我爸你放手脚背 不管是在家里还是在工作 我都对你很忍让 结果呢 叫他去远远过 把我心里看着我 我告诉你 你不会让你隔着呢 哎这这这没人别心动 二叔 你开个玩笑 我 马上让你回家 说的是真的 当然是真的 哎 放开 马上 马上切实点 我告诉你 头上 你不是不会放过你呢 龙少出手 还有那个小出手 活命的机会 让他来就做梦去吧 哈哈哈哈 狂痛 心不可的 李莫 你 你怎么还活着 李莫 你 你 你怎么没有死啊 你都没死我 为什么会死 那龙少他 放心 龙少他还活着 只不过被我废的双腿而已 你怎么敢 龙少可是帝都的大人物 在你眼中是大人物 在我眼中他就是个垃圾 唐唐 我也没有警告过你 再敢上海情形 我让你身不如死 两废物给我下 我弄死他 林默 唐唐 你三番五次挑战我的地线 当真以为我林默好欺负是吗 取了你个狗蜜 林默 他毕竟是我二叔 放过他吧 林默 林默 你 你饶了我一命吧 好 我今日就饶你一命 但是你得付出点代价 他 林默 你费了我的腿 我又让你生不如死 啊 放火放没用 你们一家要是再敢上海情形 那下次就去地府头去 林默 你给我当票 哎呀倩倩 我这右眼皮怎么一直在跳 你放一点 我会有啥事 妈 你就别自己吓唬自己了 这一切呢 都在咱们的计划之中 等我爸回来 咱们就可以顺理成章地继承唐氏的资产了 哈哈哈哈 那就好 咱们呀谋划这么多年 却被唐婉青的臭丫头 咬了一头 现在 幸福大患一出 咱们可以 刀枕无忧了 畜生 想得到唐家的资产 除非我死 你老东西 你可别逼我们 你蒙了狗东西 早已经死了 唐婉青的丫头 你已经被毁了 现在 可没人来救你了 哈哈哈哈 妈 别动气嘛 我相信 爷爷他一定会想通的 爷爷 你就别再挣扎了 乖乖的 配合我们 臭老头子 敬酒不吃吃把酒 敬酒不吃吃把酒 给脸不要脸 小猪子 我可是你爷爷 呸 老猪子 一天心里头 只有唐婉青那个臭丫头 你何从在乎过我们家 现在 你还在这儿以老卖老 真是不要脸 倩倩 别为这个老东西动气 不值得 老家 你还是乖乖的配合我 少受一些皮肉吃 你们想干什么 干什么 当然是民正元顺利 你也能掐散啊 我妈就是签字 没有签字 我死也不会签的 赶紧签吧 还能少受一些皮肉之苦 来啊 来啊 帮老爷子签字 那我住手 我看谁敢动我 爷爷你没事吧 李沫 你居然还被我死 是不是让二婶 给我 冯盛出手 都没把他弄死 这狗东西的命 可真腻啊 去干掉他 倩倩 快逼爸打电话叫人过来 我这狗东西弄死 不用打了 你爹来不了 你说什么 你把我爸怎么了 废掉他的伤肺而已 你一家坏事 坐进如今落得如此前世 你是纠约自取 别看多我爸 孤男男我给你拼了 倩倩 你从你 咱们不杀对手 我们先扯 迟早回来报仇 爷爷你没事吧 没事 幸亏你们回来的记事 否则我这把脑骨头 就被男娘俩给拆了 林某 那二婶他们 放心 他们逃不掉 咱们仇爱报告 咋报啊 林某那么厉害 咱们去 不是找死吗 杨少够厉害吧 那不正要被林某打的生活 不能自理啊 咱们现在去 那就是作死呀 你能想通就好 二舅就是怕人想不通 到时候再连累了我 哎 哎大外省你看啊 那不是白秀吗 哎还真是啊 走 咱们跟他叙叙叙叙去 走 呦 白婶 怎么一个人在这啊 你想干什么 当然是搞白婶叙叙叙叙了 哎 倩倩没跟这一块 小兔崽子 原来是你欺负倩倩 你看我打死你 哎哎 等一下 哎二舅是我二舅 哎救命啊 二舅哎 藤是不如漫是有的动物 两个娘们都搞得不了 哎哎 没没事 别拿了别拿了 哎 别拿了 哎 你敢打我救救 我跟你居然了 嗯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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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门主 楼少被林默废了双腿 什么 那废物竟然敢动我的儿子 真是担大包天 罗绍还说 玄灵玉就在你帮身上 你高级人手 坐起龙城 躲回玄龙日 是 你呢 你呢 小莫 幸亏 你来回来的及时 否则 这唐家就落入那出生的手里了 爷爷你就放心吧 二师他们得到应有加薛 我相信他们以后肯定不敢过来 是啊老爷子 你就放心吧 我老头子还有心愿未了 小莫 你跟琴琴结婚有三年了吧 老头子想抱虫孙子 你们可得抓紧啊 爷爷 我也想让你早期抱虫孙子 可是 金金不跟我圆房啊 林默 乱说什么呢 琴琴 小莫说的可是真的 哎呀 爷爷 可是你就不要管了 小莫 你是男人知道吗 有时候可能痛痛点 老头子就不打扰你们了 你们俩好好培养培养感情 什么不认识我了 没 那你还愣着干嘛 过来的啊 琴琴 干嘛 老爷是让我帮你生大话小孩 也好 好了 王总 不好了 暗眼门的人已经到了老城 他们肯定是创着林先生来的 他们终于忍不住出手了 这次我一定要让他们付出代价 那用不用通知林先生 不用 不要打扰他 去通知所有的弟兄姐妹 暗夜竟然敢在荣城撒野 他们有来无回 是 我绝不会让三年前的悲剧重建 谁让你干家务活的 以后我找保姆来做 我习惯 爷爷能 溜娃去了 大新早就出来了 那你陪我去的地方 什么地方 去我你就知道 大外甥 你们这要去哪啊 你们这是要去哪啊 钟天风 大外甥 你倒是挺会躲的 足足躲了我三年 爸 不用跟他废话 直接弄死 你先别急 他好歹是你表弟 我先跟他叙叙旧 三千 你先进屋 这里的事情交给我 我跟你一块秘密 好 那以后你带走 三年前 是你灭我林家满的 是 又怎么样 就为了一块 破玉 破玉 看来你是不知道那块玉的厉害之处 这道爷 你所谓的 反正那东西在你手里 也是明珠 蒙尘 林墨 快点交出那块玉 我看在你妈的面子上 倒是可以饶你一条命 你不配提我 那块玉 我也不会交给你 林墨 你是不知道 大姑当年嫁到你们林家 就是为了那块玄龙玉 你说什么 你再说一遍 若非为了那块玉 你林家一个墨留下了 又很费得着我收下的千金 要不是我大姑 心思偷人 没拿到那块玉 还把你小弟放 闭上你的错 弄羞成怒 林墨 你就是个丧门星 你爸和你林家全族人都以为你儿子 你却心甘情愿在荣城建一个 做一个上门的队训 你爸的在天之灵 羞愧吗 林墨 你别冲动 他是故意在激怒你 你可要你见 大王 你交出那块玉 你继续 做你的坠训 咱们井水不犯河水 怎样 好一句井水不犯河水 你灭我林世权 这笔长该怎么死 林墨 你看看这是谁 爷爷 这天空你真卑鄙 要么交出玄龙玉 要么 我弄死这老头 林墨 用这老家伙的命 换你那块玉 你不吃亏吧 我跟你换 那你得先放人 林墨 你骗三岁小孩呢 快 把那块玉给我扔过来 小木带着青青赶紧走 别管我 老家伙 给你脸了是不 住手 我把鱼给你 哈哈哈哈 古贝 终于到手了 什么 爸 既然玄龙玉已经到手了 是不是就可以 弄死这个狗东西了 难逃出根 周天风 你敢出了反了啊 林墨 让你狗活了三年 大舅 够仁慈的了吧 你是恢复了一些实力 但是我今天不动手 以后就没机会了 是 你觉得你现在就有机会了 你这是什么意思 周天风 你的死期倒数 天玄殿执法司王玄 败贱殿 败贱殿主 搭起来吧 是 姐姐 小木的真实身份竟然如此厉害 他之前没告诉过我 我没想到 他藏了虎心 竟然是天玄殿的殿 不可能 这不可能有如此势力 当年怎么会被我屠灭满满 放死 若非当年我天玄殿的高手都在执行境外任务 启动你小小的暗夜门如此嚣张 如何处置他 周天风 当年你灭我满满 可曾想过会有今日的想象 你想承认 你们如此处心积虑的想得到这块鱼 这其中到底有什么秘密 我说 我都说 说 玄龙遇到的隐藏什么秘密 你松开 我就告诉你 我 我 我告诉你 我都在了吧 是 李某 李某我说 我胡说告诉你 说 你会得藏着一个大秘密 你可能改变命运的邪淑 小墨 没想到你竟然是天玄殿的店主 爷爷 那都是以前的身份了 我现在 只是唐家女婿 那你日后 我想带青青回帝都 去把我母亲救回来 白山笑我一些 爷爷支持你们 你们什么时候骑上 马上就走 我怕斥责身边 我憲哥 我忍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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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